美股周二延续周一的涨势 科技股领涨 似乎此前的科技股抛售潮已经掉头 投资者趁机抄底买入 Facebook 亚马逊 Netflix 谷歌 微软 英特尔 Zoom 特斯拉等均悉数收高 令人感到些许失望的是 万众期待的苹果公司 召开的2020年秋季线上发布会 并没有发布新版的iPhone 这是8年来 新款iPhone首次缺席秋季发布会 导致苹果股价在发布会后持续走低 几乎抹去今日的全部涨幅 不过有消息称 苹果或许最快会在下个月 举行另一场发布会 推出新款iPhone 对于长期看涨苹果股价 以及果粉们来说 还是无需过度焦虑的 此外 来自中国的经济数据好于预期 显示最先受到冠状病毒 大流行打击的经济体的复苏速度 比预期更快 帮助提振了今日的美股和全球股市 而明天值得投资者关注的是 美联储将公布 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结果 以及9月货币政策声明 随后美联储主席鲍威尔 将举行新闻发布会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